民国六年代的台九县万里溪桥 是一座公路跟铁路共构的桥梁 在当年物资缺乏的年代 汽车行驶在铁路桥的景象 见证了台湾东部的公路发展史 一帧帧的老照片 把人瞬间拉回到了五六十年前 还有着台湾首部的公路客运金马号 以及第一部配备冷气的客运金龙号 让前来现场参观的中年朋友 直呼好怀念 恋恋旧情 让我回到以前我那个时代 有做过金马号吗 有 那时候感觉怎么样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是做这个 小时候也来过花莲玩 就是这样子来的 交通部公路局跟客委会合办的Open Highway 客水运转幸福公路与客家主题巡回展 来到地震之后的花莲开展 吸引了不少公路迷前来参观 同时一窥台湾东部公路建设发展的历史 跟客家族群文化迁起的脉络 公路的开辟让这个客家族群跟文化 从西部往东部迁移 那在这边落地生根成长茁壮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公路跟客家的感人的一个故事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 让这个因为它这一次的展期是在暑假 7月3号到8月31号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能够在这个宣导 也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来到花莲观光 然后也了解到这个公路跟客家的一个文化 花莲性的客家族群占比超过三成 随着公路开发脚步完成东部二代移民 就此落地生根 而这一项展览的内容紧扣着客学运转的主轴 特地把金马号和金龙号的实体浮雕 在60年后首次在花莲后山展出 带给正后的花莲满满的龙马精神 也希望透过文物影像的展演 让更多人发掘公路跟客家的感人故事 今天新闻我们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